2022年6月跟7月是经过NASA的卫星确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跟7月。 咱们科技参考每年夏天一定会谈到几个固定的问题,一个跟文字有关,另一个就跟高温有关了。 在第135期,地球凉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期中,我重点谈到的是印度在今年3月份跟4月份突破历史的最高温和失求温度的概念。 而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也注意到,国际社会今年关注到的高温异常天气也比往年更加频繁,原因呢,是今年异常的高温出现的地区集中在欧洲,这就是媒体聚焦的地方了。 咱们来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全球互联网巨头的服务器,他们都在本部吗?不是的,那样太不划算了。 他们的服务器总耗电量都已经超过了几个巨型发电站的装机容量了, 所以建设的时候必须考虑用电成本,此外呢,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和电费是并重的,那就是温度。 我们知道,今天顶级CPU全复合工作的时候,CPU那个小小的空间内的热量密度, 其实已经超过了核电站反应堆内壁的热量密度, 于是为了让服务器稳定工作,必须提供强劲的散热。 把散热设施从上万转每分钟的风扇,升级到像大楼里管道一样密密麻麻的一体式夜冷的散热系统, 有的时候,散热系统的造价就已经达到了整个计算中心的五分之一了。 因此为了节约费用,服务器集群往往建在地球上供电稳定, 电价低且凉快的地方,基本上都靠近北极圈。 这样就不用把散热系统建得那么豪华了。 而今年夏天,包括谷歌甲骨文在内的很多大公司, 在英国北部的数据中心都频繁的发生冷却方面的故障。 伦敦的卢登机场跑道跟皇家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相继被热化了, 停废了很多飞机。 葡萄牙北部的城市尼扬在7月14日达到了47摄氏度的最高温度。 法国南部也有很多城市超过了40摄氏度。 科学进展杂志上还有一个对湿球温度的统计, 它分析了1979年到2017年全球近8000个气象站每小时的温度记录。 结果是这样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全球每年只记录到1到4次湿球温度超过33摄氏度的特殊事件。 而到了最近10年,每年出现的次数是20次到40次。 如果以人感觉到比较难受的温度, 也就是湿球温度27摄氏度来计算的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每年大概有4到10万次超过这个值, 而最近10年是40万次到60万次超过这个值。 总之,极端的热天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当然,我们也能听到过一种说法, 就是,那就算是热,也不是365天都那么热呀。 每年三个月的夏天,就算是按最夸张的来算, 会有50天超过湿球温度35摄氏度以上的情况。 但是在这些天,我们可以像躲避台风一样不出门啊, 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工作, 不是一样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真正能够在家办公的人啊, 只占需要上班的人的5%都不到, 大部分人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去现场的。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难点就是用电紧张, 这个问题不用多说, 自从去年冬天以来, 我们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今年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加剧的。 即便我们假设不存在必须出门跟用电困难这两大问题, 也依然存在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空调也会因为太热而罢工。 太热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安稳的躲在空调房里。 如果你留意过空调室外机就会发现, 标签上有一个工作温度范围, 一般是-7摄氏度到43摄氏度。 这个43摄氏度就是空调工作的最高温, 超过了之后, 空调离罢工就不远了, 几分钟的事。 而且在接近这个温度的时候, 空调的制冷效果已经非常差了。 有人可能说, 不对呀, 35摄氏度离43摄氏度这个上限还差得远呢, 怎么可能罢工啊? 那是因为刚才说的35摄氏度只是湿球温度, 所谓湿球温度指的就是, 在环境里放一个湿湿的小球, 尽你所能的用环境中的空气吹它, 这样小球上的水分蒸发就会带走热量, 就能给小球降温, 能降到的那个最低的温度就叫做湿球温度。 所以湿球温度和环境温度和湿度这两个参数都有关系。 我举一个夏天比较常见的温度和湿度的组合, 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正好是湿球温度35摄氏度。 什么组合呢? 就是环境温度47摄氏度, 湿度50%这个组合。 所以实际上当湿球温度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 环境温度往往已经是40几摄氏度了, 已经超过了空调的工作上限。 为什么空调在超过43摄氏度的时候就罢工呢? 原因跟热效率有关。 家用空调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节流缓四大部分组成。 四部分连通成封闭的环路, 环路里充满了制冷剂。 压缩机就像心脏一样, 使制冷剂像血液一样在环路里持续流动。 同时压缩机还会把处于低温的气态制冷剂, 压缩成高温高压的液态, 然后再送到冷凝器里去降温, 也就是用空调室外机那个巨大的风扇去吹它, 让制冷剂变为高压、常温的液态状态。 然后制冷剂经过节流缓进入蒸发器, 也就是室内机里那些铜管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空间突然增大,压力减小, 制冷剂就会从液态变为气态。 这个过程需要吸收大量的热, 而这个热就是室内空气里的热, 由于制冷剂总是在流动, 于是室内的热就这样被制冷剂搬到了屋外, 这就是空调制冷的简单原理。 在这个过程中, 制冷的效率有高有低, 这当然跟制造工艺有关了, 但也和物理定律有关。 就算是在工艺方面做到完美, 也依然受到物理定律的制约。 其实这个定律就是卡诺循环的热效率计算方法, 咱们就不在音频里细说了。 我拿空调的国标中一些参数来举例子, 你就能理解室外温度升高 对空调制冷效率的降低有多么明显。 我们知道空调是利用一部分电能把一部分热能搬出去的机器, 于是在国标中, 制冷功率就对应着它使用了多少瓦的电能, 制冷量就对应着有多少瓦的热被搬了出去。 在30摄氏度的室外温度的时候, 用363瓦的电可以搬运2051瓦的热, 这就相当于一份电搬运5.7份热。 而国标中当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的时候, 也就是室外的温度, 要求不得低于用1895瓦制冷功率搬运4395瓦的热, 这个就相当于一份电搬运2.3份热。 你看,搬运的效率是不是大幅下降了? 而参数变化的只是从30增加到38摄氏度。 那在43摄氏度的时候, 大部分空调都已经是得用好几份电才能搬运一份热了, 这个时候搬走的热, 可能还不如通过墙体、空气流动或者玻璃投射进来的光, 给室内加温的功率呢? 于是这个时候空调就等于没用了。 而且一旦空调工作在43摄氏度的时候, 它各部件都是满负荷工作, 自身的发热量也非常大, 可这会儿环境温度又太高, 热量是没法散出去的, 于是连那个很低效的制冷也不能持续, 就会因为自己过热而保护罢工了。 所以如果真的处于湿球温度35摄氏度的环境啊, 气温往往已经是超过47摄氏度, 今天绝大部分家用空调都会失效的。 想通过当前的空调避过一年里, 那50天致命的高温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 这只是指普通的家用空调啊, 如果是特种的制冷机特殊设计的空调, 还是可以工作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中的。 假如真到了那一天, 热到了无以复加的时候, 相信这种昂贵的空调也会逐渐普及的。 但和空调保命比起来, 不让地球热到那个地步才更加稳妥, 否则一次意外的停电事故, 就比一次大流感造成的死亡还要多了。 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活着, 见到家乡的石球温度一年中有几十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 但是把空调用好还是当下很值得说的话题。 想要高效的使用空调, 你可以记住一个方法, 就是在开启空调的时候, 要把风量设置到最大, 等觉得温度合适了之后, 再把风量调小就行了, 这样可以让物理最快的凉下来, 而且也最省电。 虽然我们会设定空调的温度, 但是在空调的测温点到达那个设定值之前, 空调不论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 都会一律以最大功率制冷。 设置16摄氏度跟设置26摄氏度, 在最初的几十分钟到一小时里, 耗的电其实是一样的。 只有当温度到达了设定点之后, 空调才会降低功率。 在此之前,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风量开到最大, 把空调好不容易制造出来的冷气尽量的利用上。 最后, 我提醒你多喝水, 避开烈日, 平稳度过这个酷暑。 学类也显得上一些利用下的容量。 感谢观看